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26日 已經是 星期一 星期一 大家都很關心這個股市 香港股市 因為美匯繼續強 但是港股 就出現反彈 早上低開 然後就反彈了 為什麼會反彈呢 我覺得 可能是跟 李克強有關 因為香港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上星期五 在臨收市的時候 香港宣布了防疫政策 一時間 即時 由一個3加4變成0加3 那個 調整幅度可以說是超出大部分的預期 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轉變呢 我們收到 我們收到消息 我們的分析 肯定是上面 在政治上面作出了妥協 又或者 是某一方的勢力就贏了 另一方的勢力就敗陣 我們當然就是估計習近平一方面輸了 李克強方面是得到勝利 所以 才可以下一個order 叫香港 更改防疫政策 因為深圳還在排隊撩臂 香港突然放寬 然後有人瘋狂地搜尋機票 星期五 我認識的朋友 基本上我Facebook已經洗版了 個個都去買機票 個個都說要去日本 我也想趁熱鬧 我也打算去日本 兩年多沒有放過假 很辛苦 當然間不中有短暫的去輕鬆一下 但是 放假去外國吃喝玩樂 當然就算去到 去到那裏吃喝玩樂也要做節目 當然晚上 但起碼有得休息 放假 我也打算去放假假 台灣又沒有得去 結果 尤其是上海傳來一個消息 說 他們恢復 或者解禁 李克強提出的地攤經濟 這件事曾經 李克強一說出來 就被中宣部封殺 亦都被黨媒不斷批評 然後習家軍 對他進行攻擊 但是現在 竟然 解除這個 地攤經濟的話 其實 起碼證明了這個大陸的經濟很差 就算連上海也是 不得了的了 你再不搞下去也會崩潰 另外一方面 在說什麼呢 就是 李克強的 提倡 已經是很多地方沒有辦法再禁 我認為接下來經濟權 應該都會 應該是 習近平失去了 習近平失去經濟權 外交 現在大陸 正在轉向 跟美國 希望 重修舊也好 不想再僵下去也好 想疏於俄羅斯也好 只是習近平想親近俄羅斯而已 大部分人都想疏於俄羅斯 那麼 究竟 局勢發展是怎樣的呢 我們也要觀察 因為中共每天都在變 而且 即使大家 每一天都有機會發生 不同的事情 或者會出現一些 突發情況 去改變了整個局勢 我們這節跟大家說一下 李克強提出的地攤經濟竟然在上海得到解禁 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詳細一點跟大家分析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大家可能聽過第一節的時候也覺得避盟 是有一點避盟的 因為現在外面只有11度 其實沒有上星期那麼冷 也有開暖氣 因為不開暖氣是很冷的 但是開著暖氣 又覺得 還差一點 可能本來是今天有一點冷親 所以也是 呼籲在英國的朋友 加強保暖 保重 香港還是很熱的 現在上海還是很熱的 跟大家分析一下 現在大陸經濟很差 鬥鬥失業 上海出了一個新版的使用環境條例 對路邊攤不再全面禁止了 即時令人想起 李克強提倡的地攤經濟 重現上海 那麼究竟 是甚麼原因呢 原因 當然是因為上海經濟 差到不可再差 現在 是沒有辦法去攤上引擎的 現在 9月22日新修訂的上海使用環境衛生管理條例 對以前全面禁止的撤灘經營 漸道經營 提到在規定不得擅自佔用道路、橋樑等公共場所 擺攤兜售的同時 明確區 和鄉鎮政府 區政府和鄉鎮政府 可以劃定一些公共區域被擺攤 銷售 自己生產的農產品、副產品等等經營活動 根據東方網的報導 收訂之後的 條例 12月施行 條例也首次將 輕微違法行為 依法不予行政處法的要求寫法例 這些法例有沒有人執行呢 中共的法例寫得很好 你覺得大仁大義 完全是一個正常國家來的 實際上 他們這些事情也沒有人執行 多家官媒也是標題突出 對路邊擺攤不再全面禁止 大陸的自媒體採取地攤經濟又回來了的標題 在中共堅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之下 早在19年爆發了武漢肺炎 中國經濟受到嚴重衝擊 到了 2020年5月28日 當時的兩會閉幕 李克強提出 做地產經濟 緩解經濟的壓力 當時李克強這樣說 他說西部有個城市 按照當地的規範 設置了36,000個流動相反攤位 結果 一夜之間就10萬人就驗了 隨後中國出現多個地方的地攤熱 南京青島也開放 不過 就是幾天 官方宣傳即時變調 這個是不是變反得很快呢 如果當時 有人說李克強已經上位了 即時就打臉了 意思就是如此 因為 很多時候 你要看長期 不是一時三刻 我們會從這些蛛絲馬跡去看 最近李克強 你覺得他那麼高調 是不是純粹是我們幫習近平敏屎呢 我覺得未必是 李克強的 地攤經濟 出來幾天 在6月5日就突然遭到中宣部封殺 本來六四要封殺了 6月5日封殺了 有關地攤經濟的報導 被人刪除了 人民日報 央視 北京日報等官媒 也開始批評 尤其是 北京的市委書記蔡奇 更加是大力出來做打手 人民日報評論 地攤經濟升溫 不可以發燒 央視就說 在我國一線城市是不宜推行 因為有影響使用 6月6日 北京日報 就說 市有關部門負責人強調 北京的油箱滿街 是不利樹立首都和國家良好形象 就說 網傳北京發佈地攤 地圖是遙影的 當時外界普遍認為這是習李鬥 也有美國之音說 從機構的隸屬關係來看 人民日報和央視 是由主管意識形態和宣傳的 王滬寧管轄 而北京日報是歸北京市委書記蔡奇領導 他們 發表文章抵制黨內二號人物提出的政策 很明顯 這是一個 大家激烈的政治鬥爭 北京市 直至最近 仍然在打擊地攤 他們經常去取締攤販 究竟 是 甚麼一回事呢 原因 當然是因為經濟實在太惡劣了 不多不少都要做些事情 當然如果你從比較進取的解讀 你就會覺得 李克強接下來的政治前途 可能是向好 原因就是上海 本身是習近平的習家軍 的勢力範圍 因為本身上海幫是勢力範圍 但是現在的市衛書記是李強 李強 大家也知道他是靠習近平上位的 以前他是秘書 所以 現在的上海 尤其是習家軍主席的上海 竟然提出了地產經濟 是不是要討好李克強 就是說有機會 就算習近平不是全退 他也要把部分權力讓給李克強 形成 兩頭馬車 這個可能是其中他們的解讀 因為不要得罪了 習近平立不完 立不完也好 那我是不是要 買兩邊 這個老闆也不得罪得 到時有兩個老闆 好像姓我有兩個坐館 所以 這個局勢 我也覺得 是要 慢慢觀察 因為李克強這幾個月來 是持續進攻的 不是完完全全 一點也不像要退休 是要繼續下去的 所以 我認為這次的上海地攤經濟 可以說是 多一個名證 證明李克強 是會繼續下去 是不是接任總書記 也還要看 因為 其實在5月份 當時我們 也收到消息說 李克強要接任總書記 當然這些消息是全然 我們也沒有辦法證實 我們只是覺得李克強 是比以往這10年也要強勢 而且 他的積極態度 不像一個要退休的一個 幹部 這節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繼續看看 會跟進 中共的最新發展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接著 說 拂